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近期向公众展示了最新的态势感知中心 中心新进的设备将收集天气数据用来监测高火灾风险和恶力天气 近日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SE邀请媒体来到了Irvandale的应急操作中心进行参观 希望通过媒体向民众展示他们最新最先进的设备态势感知中心 Situational Awareness Center 中心内所有的专用设备都是用来监测火灾风险和恶劣天气的 气象学家们会使用包括太阳能气象站等高度先进的天气模拟技术 地图专家则是精确定位可能会被火灾或者恶劣天气影响的南加爱迪生公司的基础设施 SE高级副总裁表示 近些年来山火和恶劣天气导致灾害频发 已经成为了南加的新常态 因此高新技术和设备的应用正是顺势而为的发展 我们所在的第一次是我们的 Situation Awareness Center 我们是属于我们的Emergency Operations Center 我们是在这里的一个属于你站在今天 这个属于是2011的建设备 它是二十五年代的一年之后 用新的工具有更新的工具 所以我们可以更新的工具 可以更新的技术 requcom備得知 Ponov 提签或是从事本发展 以后한就只要所 occur 或时候我们则的机会 并且发现 我们要做出现重工具 我能够阅上的约定位 我们你可以切削除哪个 我們还能专专家屏会 到市场里的市场 现在我们可以广阳 在区域里的地点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现 效若和地点 和地点 还能够防约定位 的 中心的反应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通过安装在各地的高解析度监控摄像头 来代替以往的消防人员 及时查看突发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5万平方英里的实况大数据天气地图预测 和统计整个区域的状况 第三个部分是在泰式感知中心将地图数据的各类信息 传达给相应部门的高级决策官以迅速解决问题 此外SE已经在火灾高位区安装了25个太阳能天气站 并且将在9月前再安装100个 未来增加700个这样的天气站 这些天气站每10分钟提供风速、阵风、温度、湿度 以及太阳辐射的读书 帮助校正和改进天气模型 除了采用新的天气模型和安装天气站 SE会继续应用新科技 来提高防火和安全工作以服务社区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